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9号 今天是除戏 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课程 是老师在除戏发表感言 勉励我们大家 我们现在就请老师开始 好 今年是2024年的除戏夜 首先向各位拜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从2020年 也就是四年前在澳门演讲之后 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再举办 什么大型的活动 但在这四年内 我相信很多学原始点的人 也经历了这一场传染病 那很多感染了 因为懂得用原始点 一般都不会慌张了 而且最后都能够战胜这些病毒的侵袭 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现象 那在原始点这几年 却有长足的进步 比如在2023年我到美国 旧金山培训他们志工的时候 他们就提供给我 说臀部原始点应该要怎么按 那见椎是可以被取代的 哇 这个我听到很振奋 所以回来就赶紧整理资料 那到了七月底 去香港培训这些志工 也就是为了元旦这一场演讲 所以教他们怎么按推的过程中 也有学员提供 我们很多学员教人家 帮助人家按推 身体却不好 所以鼓励大家 还是要喝姜粉泥 那姜粉泥的量 一般可以三十克为一天 然后分成三次 这个建议也很好 所以从香港回来之后 我个人也开始 这样再喝姜粉泥 来改善自己的体质 那再进一步 这个是内热源部分 外热源部分是 怎么涂姜粉泥 我发现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不懂得 善用我们的按推手法 去涂姜粉泥 你只要轻轻的涂抹 那个效果都不好 而且热源没办法深入 所以发现这个部分一定要教 所以在台湾之后也展开了 怎么涂背部 涂腹部的姜粉泥 那怎么按推 也顺便交给大家 那这一次香港就完全展现了 也就是当然理论部分 修改了很多 一次没办法讲完 那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再跟大家分享 那至于这一次香港最主要是 教大家腹部 还有背部 怎么涂姜粉泥 然后甚至连脸部的涂姜粉泥 所以应该这一次很多学员都学得蛮高兴 但在香港之后发现 唯一还没有教的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乳癌患者 那怎么按推 确实我发现志工的按推方法 很多手法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些手法 确实是必须要规范 所以大家也了解不足之处 所以很多 包括新加坡 香港的 还有国外的 很多学员就没有回去了 他们就直接到台湾来 在封闭室学习三天 效果非难 所以大家学得蛮欢喜的 最后也是兵主进欢 那这一部分 我相信他们对于法的需求那么强烈 我相信很多爱好原始点的学员们 也有同样的需求 新的一年 我会跟我们里面的人员来讨论 看如何把这些重要的 然后精彩的内容 借助这个平台来分享给大家 好 最后还是祝福大家新年愉快 然后事事顺心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的出息感言 勉励我们所有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在此祝大家出息快乐 也祝大家农年新年快乐 我们这个礼拜天 2月11号早上9点钟 我们照常直播 这次我们会开始播出 张医师元旦在香港的讲座系列 请准时收看 谢谢大家